30年来最大的铁路罢工 整个英国的上班族都要跪了 到底怎么了 铁路工会如此强势 对英国的社会真的好吗 动不动就罢工 会成为英国新常态吗 有趣又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 就在明思英国 欢迎大家来到伦敦的帕尔丁顿车站 和我一起开始本期节目 这是英国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 也是我最喜欢的火车站 为什么 看一下这古老而且相当漂亮的建筑风格 从1850年这个车站就开始启用 他也因为可爱的帕尔丁顿雄而出名 帕尔丁顿雄最近也是风头十足 在女王登基70周年的庆典上 还跟女王合作拍了短片 平常这里总是人山人海 因为它是牛津 布里斯托 雷丁和威尔士这些西部城镇 往来伦敦的重要枢纽站 高风时刻 挪布都难 如果你曾经从其他的国家来伦敦旅行 那帕尔丁顿车站呢 可能是你从西斯罗机场过来之后 抵达的第一站 毫无疑问 这是英国最重要的火车站之一 同样的高风期 冷清了不少 更多的是拖着行李箱的外地人 询问着工作人员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英国30年来最大规模的铁路罢工 正在进行 再看一下这个基本空白的显示屏啊 正常运作的时候呢 屏幕会不断的更新 班次时间 还有站台信息 大家可以想象到 对于大多数依赖公共交通人来说 这次罢工市场灾难 那么问题来了 谁该为这次罢工负责呢 在英国生活的我们脑海中第一个浮现呢 就是画面中的这群人 RMT是英国最大的铁路工会 它代表来自13家铁路公司 以及负责维护的Network Rail的4万名员工 这是RMT工会的负责人 也是这次罢工的一个象征面孔 那RMT工会应该对这次罢工 负责全责吗 倒也不是啦 一个巴掌拍不响 除了他们这一头 另外一头呢 就是铁路公司的老板们 还有政府 那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他们到底在争什么 简而言之 一个字 钱 更具体的说 加薪 RMT工会呢 它要求加薪的幅度 跟通货膨胀要相匹配 那英国现在的通货膨胀率呢 已经飙到了11.1% 40年来最高 没错啊 通货膨胀的确现在飙升的厉害 那生活在英国的我呢 在最近的一年 也同样尝到了生活成本上升的苦 就像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介绍过的那样 不单单是英国 全世界很多的国家 都在面临这个困境 但是面对这个说法 英国的首相 鲍里斯约翰逊却说 恰恰因为通货膨胀 此时更不应该加薪 为什么 鲍里斯在这里呢 用了Wage Price Spiral 工资螺旋 这个宏观经济学当中的理论 它解释了工资上涨 跟通货膨胀之间的因果关系 工资上涨呢 会增加大家的可支配收入 从而增加大家对商品消费的需求 并且导致价格进一步的上涨 通胀呢就愈加厉害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也就是说呢 以鲍里斯为代表的现任政府觉得呀 在通货飙升的这个时期 铁路员工为了应对更高的生活成本 而要求加薪 那铁路运营公司 如果满足他们的要求 为了保护公司的利润 势必就会提高票价 你涨我涨 大家一起涨 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 这个说法 工会肯定不服 瞎说 你推高通货膨胀呢 是我们这一小撮人的工资嘛 明明是能源价格 这两方的说法呢 单看好像都能理解 对吧 毕竟现在物价呢 涨得这么快 工会理应为他的成员 争取更好的薪水 没有错 但是政府呢 正在绞尽脑汁 希望在通货膨胀 这个怪物失控之前呢 控制住他 也没有错 对吧 那在这场舆论战当中呢 英国政府最近也没闲着 一直在媒体上 拐弯抹角的指责工会 你们呀 太贪了 你们铁路员工 现在的平均年薪 4.4万英镑 火车司机更高 6.6万英镑 你们看看 Andy Trance 医疗工作人员拿多少 人护士平均年薪 才3.1万英镑 护理人员 平均年薪 才2万英镑 唉 苦不苦 累不累 护士听到一把累呀 老实说 当你听到这些数字的时候 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这个工会还真是哈 一口气吃12个包子 好大的胃口 就因为你们贪得无厌 要拖着我们下水 让我们连班也上不成吗 OK 咱们先冷静一下 趣味存真 分析一下 因为政府在这里呢 确实也有点混淆视听的意思 首先 他说的是平均工资 而不是大多数铁路员工 薪水的中位数 火车司机的工资呢 的确是很高 这也推高了铁路员工的平均工资 但是RMT代表的大多数人 并不是政府所说的高收入者 比方说铁路系统的安保人员 年薪大概在23000到36000英镑 轨道维护工人呢 是在16000到34000英镑 最搞笑的是 高收入的火车司机 压根就不属于这次 主导罢工的RMT工会 所以司机拿再多的钱 他跟这次闹罢工的 其他职位的员工 没有关系 你说政府这招 是不是很政府 当然 工会说 我们铁路员工已经三年没有涨工资 这个说法呢 也是假的 因为就在2019年年底 也就是疫情全球爆发前 他们刚刚谈判加薪了一次 而且政府现在呢 也不是说不让加薪 而是希望合理的加薪 最重要的是 政府希望看到铁路系统的改革 也就是现代化 而铁路公司的老板们也觉得 加薪可以 但必须先接受改革 关键来了 因为工会对改革这件事呢 相当的敏感 他们有一个计划 把铁路公司剩下几千多的职业联系统 与铁路公司的职业联系统 我们认为 这会在我们的职业联系统 因为他们要把职业联系统剩下几千多的职业联系统 所以要把职业联系统剩下几千多的职业联系统 他提到的这些安全问题呢 铁路公司的老板们是不接受的 总而言之 目前的僵局就卡在政府要求削减预算 还有现代化改革 铁路公司的老板呢 希望寻求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工会觉得 这既不安全 也不公平 如此来看 争论呢 主要是聚焦在加薪和改革这两个点上 但为什么对峙会升级爆发成这三十年来 最大的全国罢工 一个新的催化剂 疫情 整个疫情期间 英国政府的确是给予了铁路系统相当大的支持 我觉得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当时英国还处在全国封锁状态 我去搭火车 车厢里没什么人 但是整个铁路系统还在全面运行 当时呢 我也在想 这真的能维持下去吗 现在呢 疫情已经结束了 至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再次封锁的可能性极低 我们的生活呢 也似乎在回归正常 当然整个社会呢 还是能够感受到这场疫情带来的影响 最直接 它改变了英国人的习惯 大家越来越不愿意频繁的通勤 相较疫情之前 乘客人数呢 下降了五分之一 有一部分原因呢 是居家办公的流行 所以铁路系统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现实 乘客人数减少就意味着铁路公司的收入在减少 而且我觉得这个改变是不可逆的 我们很难再恢复到疫情之前 也基于此呢 其实我倾向于同意政府的观点 铁路系统需要与时俱进 进行现代化的改革 节约成本 提高效率 那如果说坚持不改 那问题来了 因为客观事实放在这里 谁该为维持这个已经落后的庞大体系买单 政府吗 纳税人吗 况且这个问题呢 也不是只有火车友 最近整个英国的麦当劳餐厅都在装修 为什么 要让整个服务流水线更加自动化 那火车系统为什么就不能呢 但工会又怎么看呢 他们觉得呀 裁员是女政府酝酿已久的 疫情不过是顺水推舟的烟雾弹 借口而已 说实话 这个呢 我确实是接受无能 因为疫情带来的巨大改变 我们都深有感受 它怎么能是一个烟雾弹呢 那正在观看本期视频的你 怎么想呢 你赞同铁路系统要大刀阔斧进行现代化的改革吗 其实说到罢工呢 在伦敦生活的我对这个一点都不陌生 我在中国生活呢没有经历过一次罢工 但是我踏入伦敦的第一个月就感受到了 我记得那天早上呢 我在学校门口碰到我的老师 他当时呢正在派发传单 看到我们还打招呼说 哦 你回家吧 那今天不用来了 我呢 当然是支持他们 争取权益 但是回家的路上呢 我就忍不住在想 你说我这算下来一天好几百磅的学费的损失 谁赔我呢 随后在伦敦生活的这些年里呢 我经历过很多次 地铁罢工 火车罢工 教师罢工 全科医生罢工 应有尽有 无所不罢 坦白讲呢 我对罢工的感受呢 很复杂 我不喜欢罢工 更直接点说呢 我不喜欢罢工的代价 当然呢 罢工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觉得 不舒服 不方便 才有效果 对吧 比方说这次火车大罢工 我们有看到因此而产生了很多突发状况 有妈妈因为火车罢工 不能见到她的孩子 护士没有办法去医院照顾病人 还有不少学生也在承受着不必要的压力 因为这次罢工恰逢他们的GTSE 就是英国的中考 我觉得任何一个同学 头脑正常的人都不希望任何人摊上这些倒霉事儿 当然这也是许多人反对火车罢工最常提到的观点 日子已经够难了 疫情通货膨胀经济又衰退 这个时候你们工会居然还要用罢工威胁阻止我们工作 但是呢支持罢工或者说同情铁路罢工的人也有他们的言之有理 觉得工会呢这是在为他的成员利益而战斗 这本来就是他们应该做的 按他们的话说 如果你亲身体验了火车罢工的灾难后果 你就应该更加意识到他们提供的服务是多么的重要 那为了这些对我们的生活付出了必不可少贡献的行业跟人 我们应该支持工会 为他们争取利益 听起来也合情合理 但大家可能还是想说 我支持你为合理的薪酬而斗争 但咱们能不能稍微委婉一点 怎么好好工作 好好跟老板跟政府讲道理 你这动不动的就大罢工殃及池鱼 我们这些池鱼实在是受不了啊 怎么说呢 成年人的世界里呢不讲童话 在英国几乎所有的工人福利 比方说最低工资 病假产假工资 都是由工会强硬斗争而来 随后呢被写入法案成为正式法律的 有点不失霹雳手段 拿显菩萨心肠的意思 而事实上呢 强大的工会以及常常出现的罢工 也算是英国人的一个传统 毕竟工党是今天最大的两个政党之一 那它成立之初呢 就是为了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那现在的问题是 工会是不是有点太强大了 尤其是那些像铁路工会 就真的动辄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工会 虽然大多数RMT工会成员 都是投票赞成这次罢工的 那英国的公众怎么想呢 YouGov的最新调查显示呢 反对这次铁路罢工的人 还是要略多于支持的 相差8% 那作为民众 我其实是有一点惧怕铁路工会 和他们发起的罢工 因为它的影响力太直接太大了 那如果工会影响力没那么大的行业 怎么办呢 比方说像西区的戏剧行业 它们也有一样的需求 但他们的声量 还有对公众生活的影响力 肯定没这么大 但他们就不用生活吗 说到底啊 不管从事什么行业 我们都在共同面对着 当下生活成本飙升的危机 对吧 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想法 我也期待在评论区呢 读到你的分享 说回铁路的罢工 大家肯定的也好奇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啊 经历过这次一周内三天大罢工之后呢 他们将休息一周 再准备发起更多的罢工 会持续多久呢 不知道 可能是几个月 也可能是几年 因为问题还摆在那里 而解决的路径呢 还不清晰明朗 除了火车 更多的行业呢 也会陆续发起更多的罢工 相信我 这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新现实 好了 感谢你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呢 记得点赞分享 订阅我的频道 支持我做更好的内容 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一起来破解内心 因事谜思 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 也希望我们下期见 拜拜